据央视报道 2022年2月12日18点左右 沈阳市黄沽区黄河大街一公交车发生了爆炸 据现场目击市民介绍 爆炸时公交车内发生巨响 现场有人员受伤 应急公安等相关部门已赶往现场 公交车爆炸 玻璃四溅 有人受伤 据现场一名可能是乘客的市民介绍 爆炸时震动很大 把他震得够呛 现场路边坐着一名受伤的乘客 由于打了宝马看不出受伤严重程度 但据接目击者介绍的语气 可能受伤比较严重 救护车已经赶到现场 马上就被送往了医院紧急处理 爆炸现场的公交车框架还保持完整 但所有玻璃都已经不翼而飞 现场另一位目击者介绍称 爆炸威力很强 发生了巨响 玻璃碎片都飞到了马路对面 路面上到处都是碎玻璃 周围还散落着一些可能是公交车内的物品 公交车外观微淡黄色 车身前部比较完整 挡风玻璃全部珠网状但还在车上 中后部受损比较严重 玻璃框架都已经消失 内部窗帘等已经消失不见 而前半部分仍然保持了完整 窗帘仍然在自然下坠状态 由此可见 爆炸可能是在中后部发生的 不知道伤亡情况如何 希望所有人都平安无事 究竟是什么物品发生了爆炸 威力那么大 这辆公交车的车牌是黄绿色的 那么应该是新能源车 这个黄绿色牌有几个意思 前面黄色表示大型车 后面绿色表示新能源车 最后D表示纯电 F表示混合动力车 车牌比较模糊 但最后一个字母看起来应该是D 因此这辆为纯电公交车 很多朋友怀疑的天然气爆炸 可能就站不住脚了 那么有可能是电池爆炸吗 以电池爆炸的画车就没那么完整了 各位应该见过 铝电池燃烧爆炸的恐怖场景 首先是突然冒出气体 然后很快就开始爆燃 然后大火 估计在数秒内公交车就会变成一辆火车 最后留下的绝不会现在那么完整 而原因则是 比电池在高温下会分解出氧气变成助燃物 就像火箭发动机里的燃料和氧化剂都自备一样 着火非常恐怖 甚至灭火器都压不住 毕竟自带燃料氧化剂的火灾是很难控制的 既不是电池爆炸 也非天然气爆炸 究竟是什么物体发生的爆炸 从现场公交车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现场没有发生火灾 那么这次事件偏向于爆炸而非爆燃 因为在爆燃状态下 易燃物很容易被点燃 因此在爆燃后引发周围火灾概率比较高 现场没有火灾 那么气体类火灾液体类爆燃可能性不大 现场爆炸物的可能比较倾向纯爆炸 也就是可能是某种爆炸物发生的爆炸 那么有可能是鞭炮吗 从理论上来看 鞭炮和其他炮杖或者烟花之类的物品 一般都不会同时爆炸 也就是说它的威力是一次次的连续爆炸中释放的 而且浓烟滚滚 比较容易发生火灾 还有一种可能是摔炮 年前河南就发生过一起一箱摔炮爆炸 将人炸飞的事情 从理论上来看 摔炮同时爆炸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它是根据撞击引爆的 而一枚摔炮爆炸 则可能会导致密集分布的另一枚爆炸 发生连锁反应 短时间内全部爆炸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但烟花爆炸都是专门车辆运输配送的 这摔炮带上公交车 这个操作就有点看不懂了 所以这可能性仍然比较低 不过仍然不能排除 那么还有哪种可能呢 当然以上所有过程纯属猜测 具体情况要以官方调查公布为主 希望公交车上的乘客都能平安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